NEO聊四季 天天中個星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馬來人對上敗戰庭人 這場比賽是TGI冠軍邀請賽 那先來看一下馬來人 那馬來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升級速度特別快速 這個時代的部分 那馬來人呢他的打法呢 主要是偏向於打這個弓兵喔 還有大象還有步兵單位為主 那基本上是全部都能打 那馬來人呢他的能力喔 比較特別一點 他的經濟加成是於海上的部分喔 就是這個漁網三倍漏量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喔 但是他其實在阿拉伯來說 也不會到的非常弱喔 主要是因為他升級時代有加速度關係 所以省下來的時間喔 就會多出幾隻村民喔 然後讓他的這個經濟喔 讓其他的文明喔 可以跟他稍微抗衡一下 那馬來人呢 後期主要是打這個雙手劍兵 這個強制戰兵的部分喔 不需要耗費黃金 再來就是強奴啊大象 那大象的部分的話 可能要點下精銳毛相夫之後 才可以使用 不然一般的大象還是有點太弱了 因為他沒有品種也沒有二反喔 差只有一反而已 所以馬來人喔 還是比較建議喔 點下精銳之後再出大象 好 接下來看一下 那VIPER 這邊VIPER是選擇了敗戰提人 那敗戰提人的 他的升級也有便宜的喔 就是帝王時代升級非常省 那敗戰提人的升級也很省的關係喔 所以他有一些打法比較特殊的方式喔 是單TC直上 那這個打法呢 也算是讓霸彈提人喔 有一些彈性空間喔 可以去做一些戰術的調整 單TC強奴火炮巨頭開拆 那再加上他這個希臘之火喔 可以讓他的火炮塔 有這個擴散傷害喔 所以這個戰術喔 比較少見一點喔 但是也有在高端場上出現過 好 那霸彈提人的後洗喔 主要是打這個霸彈琴 聖騎兵還有強奴 還有垃圾兵喔 那他有垃圾兵也是很便宜 全部都有25%折扣減免喔 那駱駝啊 矛兵還有這個疾兵 都是25%減免 所以對上馬來人的話 敗戰艇要打出優勢的話 可能就是要用大量垃圾兵喔 去壓制對手 那VIPER這邊 就不能打得太強軍事喔 會導致自己經濟太差 沒辦法爆出一大堆垃圾兵喔 去做反制喔 那目前我是比較看好VIPER 這邊的一個文明選擇喔 因為馬來人這邊如果要打贏 敗戰艇的話 不管是要出什麼 其實都很難扛喔 如果馬來出大象的話 敗戰艇這邊可以使出大量的 平隱駱駝跟潔兵 那如果是打強奴的話 敗戰艇有這個大量的 然後截免的戰毛病也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關鍵減喔 是在於馬來人這邊 要打出經濟優勢喔 經濟差距出來喔 然後讓VIPER經濟很差喔 才有可能機會打得贏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升級 OK 那金光在右邊還不錯 這個有點 算有點偏外側啦 如果可以在裡面是更好 那金光在外面 或者在這裡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差別 跟VIPER比起來 VIPER是比較好 是在裡面 或是在外面 那看起來VIPER前期會比較難受 但HERA也是也很難受 那我覺得VIPER的地圖可能好一點 那我覺得應該不用打分數了 這個地圖看起來就是兩邊都差不多 畢竟這是比賽地圖 平衡性都做得還不錯的 好一升到封建時代馬來人 這邊應該會先下一台火蒙桶 那這個我們把他撐火戰船好了 一律撐火戰船比較容易方便解 好結果VIPER這邊是打強軍事 我的天 還是野軍營 才剛講完 VIPER這邊不能打強軍事 他直接打後期跟對方磨 可能會好一點 好沒關係 這也是VIPER的選擇 每一個直接選手打法 都有在調整自己的策略 VIPER這邊是打一個槍矛前置 這個打法是八戰庭人 很強勢的打法 我們之前有看到YOU對上KRELA的時候 用到這一招 他那時候也是玩八戰庭人 前置槍矛 難道VIPER也有看我們的頻道嗎 有看到那場比賽 好這邊沒有下 射箭場 可能是要先打海戰的關係喔 所以木頭就要缺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下射箭場 那這邊漁船被燒 開始有點傷到經濟 這邊下了一個軍營之後出了槍兵 去戳村民之後也在打下 OK那KRELA這邊拉了更多村民直接硬蓋劍塔 但劍塔這邊已經 不要蓋好了 OK 然後來收村開始射 這邊先射一下 前方的村民 那這邊拉的是拉四村 就跟我 常常在講 其實打塔工的話四村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因為四村喔 就可以讓劍塔的傷害變到最高 你看這邊有五個人 攻擊是一樣的 就是0加4 0加4就是最多 那這邊是0加3 因為VIPER有一村在後面再蓋劍子 所以這邊 黑蘭應該可以再把一村拿出來 去挖木頭 或是繼續吃果子 吃這個冰冰角角的果子 那海上部分 VIPER有點半打輸的感覺 還沒有到完全輸 兩艘戰劍都殘血 突然跑去燒漁船 但兩艘戰劍其實殘血可以反打一下 是有機會打得贏的 白蘭居然沒有想要直接硬打 這邊戰劍 收得掉嗎 OK 1換2 能接受 那白蘭繼續出戰劍 繼續跟對方磨 結果 黑蘭這邊偷偷吃野味 這個已經把這張地圖 當 當有目在玩 我們最近在玩那個 變態AI EVC的那個版本 常常在蓋模仿 吃野味 黑蘭這樣子打的話 雖然會投資100的木頭 去吃野味 但由於打獵的 食物獲取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其實比你撒農田 還要更 更划算 那為什麼大部分的職業選手不會去外面吃野味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要防守吃野味的村民是很困難的 如果你選個高棉的話還可以蓋房子 進去裡面躲 但如果是一般的文明的話 只要遇到對方的刺頭過來 可能就會全軍覆沒 那MIPER這邊也是拉了四村去吃野味 兩邊打的算是 偏鏡像開局的感覺 那黑蘭這邊點下了自己的 射箭槽 準備要來出毛筆了 那巴登亭MIPER這邊已經打贏了海戰 兩艘火戰船直接 燒光了所有的 漁船 戰艦也是 至少讓馬來的 沒有這個碼頭 可以去撒漁網 補齊自己的經濟喔 對MIPER來說是一個比較放心的事情 畢竟如果再讓他繼續 太肥下去的話 會很難打 這個馬來的三倍漁網 是很難受的 真是想想以前是無限漁網 以前 世紀帝國馬來人是無限漁網 好像真的是做得太壞了 這個平和心做得怪怪的 這邊有點沒有控好 這邊可能再控毛筆 村民這邊稍微拉一下 劍塔這邊有蓋好 而且裡面有放一隻 弓兵 但這弓兵沒有增加箭矢 好奇怪 生塔來說弓兵手進去應該會增加 瞭望塔的這個 箭矢數量才對 好這邊兩艘戰船直接出來硬騷 MIPER這邊戰艦可能會被反打回去 看來HERA沒有完全放棄打海的可能性 這邊再看一下 一個房子 看一下有沒有吃鹿 哇結果鹿已經吃到最後一條了 那時候MIPER還沒有注意到 其實有單位在 這邊攻兵 直接硬A射掉一隻 殘血的要不要收掉 OK 收掉一隻殘血的弓兵 好這邊再繼續查一下劍塔 MIPER這邊打的是 弓矛策略而不是槍矛 弓矛跟槍矛策略 最主要的差別是差別在於 對方有出刺火的時候才需要出到這個槍兵 那如果他沒有出刺火的話 基本上出弓矛就可以打 對手通常也是出個毛病跟你做個反擊 但如果你不出弓兵的話 其實對於 攻擊敵人 沒有那麼有效果 就是殺傷力不足的問題 好那HERA這邊繼續把野味往上吃 連續接著吃 100木投資了兩片路區 相當賺 這個路我覺得是關鍵 讓HERA這邊經濟非常好 即使沒有了漁船 還是可以補到非常大量的肉 而且省了非常多資源 好那MIPER這邊反而經濟有點差 看他這邊農田反而比HERA這邊更少 這邊都已經一圈田 MIPER這邊只有少量三片田 雖然MIPER也有吃野味 然後這邊有隻手過來騷擾 但他另外一片路區比較遠 跟HERA比起來 這個路區還是有點距離 好那中間的路區如果可以再繼續吃下去的話會非常好 中間有一個路也可以繼續吃 那兩邊互打的結果就是毛兵攻兵兩邊互丟 看起來馬來人也沒有太虧 而且這邊快要點下城堡石帶了 那MIPER為什麼這邊經濟會輸這麼差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四隻村民一直在外面 蓋建築物啊插建塔的關係 所以造成HERA這邊經濟會優於MIPER 一個小小的細節 就可以想成 在封禁是在初期喔 VIPER直接被抓掉四村 大概是這個概念 這根堅塔70% 這次要是殘血的 兩邊的交換 看起來是VIPER這邊比較虧一些 感覺並沒有很賺 好那這邊已經控住兩片墓區 但後面好一片墓區沒有被控 所以就還行 而且這塊金礦到現在才被發現 HERA用最少資源守住了VIPER的進攻 中間只投資了一根劍塔 就稍微擋住了 然後這邊又再投資了一根 好 貢兵繼續硬丟 這個毛兵快要把村民給丟死 趕快收一下 好 蓋起來之後要怎麼打呢 好點一下 城堡斯彈已經升級好 點下了二級射 稍微買賣一波 買了一百石頭 是要來開城鎮中心的意思囉 喔 開在上方的位置 哇 好遠 OK 那這個路吃一吃 吃完之後馬上開城鎮中心 而且這裡還有個效果 就是讓VIPER會誤判 HERA沒有開城鎮中心 其實 就是會讓VIPER誤以為 他只可能 裡面只開一個 雙TC開農 然後打強軍事 然後讓VIPER就會一直想說 他可能會雙TC出強軍事反打回來 然後VIPER就會被迫出更多的兵來防守 然後讓自己經濟更差 我們要把專心開農 這個有點心理戰的部分 但其實VIPER也沒有兵可以進去看 到底有沒有開城鎮中心 那以VIPER今天來說 應該也是直接預判 HERA會先開一棟城鎮中心 雙TC開農 所以待會VIPER以上 像 城堡斯袋應該也會先開個城鎮中心 開這個位置 或是上方的位置 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邊其實也不錯 還有石頭啊 兩隻赤猴過來 然後配上了一個一級馬鎧 城堡斯袋點完 赤猴過來稍微反擊一下毛兵 有一級防之後就沒有那麼怕毛兵了 因為毛兵箱偶爾擠一射 所以如果沒聲防霧力的話 打下來是有傷害的 火戰船過來幫忙燒一下 這裡有劍塔 VIPER這邊沒有馬上第一時間去補城鎮中心 反而是一戰戰劍 當然是極力希望 可以讓 VIPER 讓這個HERA這邊 沒有辦法順利的 補魚 這個我也覺得蠻重要的 但VIPER自己本身 也沒有投資太多漁場 在吃這個大魚上 這個大魚吃完還有1000多肉 所以可以考慮待會 出幾哨漁場 去補下經濟 這邊 城鎮中心開起來之後 稍微農一下 然後出了毛相夫 毛相夫在前期很便宜 可以把它當成功臣戰相來使用 那這邊可能要考慮按個槍兵嗎 可以打一個正常開局 但出牆兵會變毛兵結 可以打一個正常開局 大象開頂 開始要來解掉被封鎖的 是自家領地 這裡出了一隻騎士 VIPER應該可以拿到一村的沙底 但大象出來了 就會有點麻煩 這隻騎士可能待會要退了 OK OK VIPER到這時候還沒有開下城鎮中心 難道真的是要來打單TC戰術了嗎 好像有點像喔 剛剛那隻騎士進去也沒有看到城鎮中心 VIPER應該心裡有敵了 因為這邊也有這個VIPER的視野 他應該看到這邊也沒有開 然後這裡也沒有 這裡也沒有看到城鎮中心附近 所以他應該有意識到 他可能在野外有開城鎮中心 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 VIPER這邊在尋找 赤頭剛剛其實也沒看到 到上面再開一個城鎮中心 把這個金礦完全守住 KR這邊打的算是蠻OK的 還有出一個僧侶 僧侶的話 招半身體聖騎兵跟騎士 都是相當好的防守手段 好 VIPER這邊看來是要單TC上囉 沒有要跟打 跟對方打農的 戰艦這邊也已經處理掉 這邊之後抓到 果然野外有村民 看到城鎮中心了 收穿 投石車開掉 剛剛已經有看到 上方這邊應該也要注意一下 VIPER這邊還有個決定 就是他可以把石頭全部賣掉 然後稍微買賣一波 樹上帝王 那現在 對方是出大象的情況 如果你樹生帝王 然後又沒有強奴 也沒有槍兵的升級的話 大象還是容易被 把這個軍型投石機 可以直接硬拆掉 所以VIPER這邊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硬上帝王 還是要開始轉容 然後或者是直接 用劍塔 或是城堡 查爆對方 城中心 之類的 都是現在VIPER要思考的手段 那我就是戰術克制之間 很麻煩的一個問題 你打A對手就打B 你打B對手就打A 好 世紀帝王就是一個互相克制的遊戲 哇 結果沒有招到直接兩隻 生侶被 射死啦 哇尷尬了 VIPER這邊大象一直都沒招到 好像復活得好好的 這邊 補下了更多的馬修 補下了一個城堂中心 四棟城堂中心 直接開弄 這邊直接拿村民爆打一下 投石車 投石車兩台被逼退 大象也過來了 而且這邊剛剛生侶有招響的關係 進入CD時間 不能招響 對方的 大象 這邊生侶 有點無助 還被圍了起來 哇黑拉這邊控得非常快速 直接把孫女給扁死 拿拳頭開扁 這個 老頭表示年輕人不講武的 偷襲 OK剩下了一滴血的頭車 活了下來 當然黑拉這波已經解得非常漂亮了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經濟上越拉越開 這裡底下了也一攻 下了一攻是為了要打 村民嗎 但我覺得現在補一攻 意義感覺不太大 現在非常弱勢 要衝進去圖村民不太容易 還有生略 好 現在vip相當頭痛 現在要開農可能也跟我們太上 所以vip可能 會再繼續打強軍士 但如果再繼續打強軍士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給拖下來 並且人家是4TC 一直農 然後馬就補了更多 看來是要大象一直線 好 這邊勝旅來招翔一下 這邊看到直線拉走 清奇兵過來 虧怕 不敢硬上 後面也有騎士 vip點下一攻 是可能設位 然後針對對方的輕騎兵做一個反制嗎 生旅直接應招 應該可以把大象給招走 但是直接收到城中心裡面 躲過了一劫 vip繼續給壓力 三台投死車 再次壓了過來 OK 騎兵全部往上走 這邊我覺得全部往上走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裡沒有預判成功 清奇兵第一時間可以輸出投死車 投死車很快就被打掉 投死車的防護力時代很低 扛不太住歧視於清奇兵的傷害 哇三台投車直接被清頭給解掉 被這個清奇兵解掉 很賺喔 沒有問題 mip這一波 有點大傷元氣 三台投死車 沒有辦法砸掉這種承認中心 會讓vip的經濟美礦月效 把它讓黑拉一直有這個機會 農出更多單位 這次讓自己的經濟越來越好 開始今天出現了分水裡 三台投死車是vip的最後希望 三台被解掉了應該就GG 好結果這邊沒有攻兵 也沒有圍著跟劍塔 黑拉直接拉了一些村民過來直接手撕 撩望塔 把這個控住的經濟給解放掉 那看起來這幾波黑拉打的算是 挺穩的 防守反擊 好大箱繼續往前 這邊招一下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兩隻 哎 差點就招不到 再一刀 哇老頭又倒了 vip這邊終於受不了了 開除自己的城市中心 那這個時候vip其實可以點一下地龍時代 支援量其實夠了 稍微買賣一波 好就可以點帝王 那我覺得也是差不多該點了 再不點的話會有點慘 好這裡賣了一些木頭跟肉 換取一些黃金 硬點上帝王 但是馬來人升級輸太快了 只要再三四秒就可以升級好 vip這邊是落後了約兩分半 還是蠻久的 目前黑狼看起來是要打大象 配上青旗兵 補了一棟城堡 那青旗兵的部分應該不會再繼續出啦 可能就先出個意思意思的 因為馬來人後期的馬是很廢的 因為你看這個 沒有品種也只有異防 所以後期繼續出青旗兵 可能會非常弱勢 我覺得抓 轉這個爪刀勇士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而且還有免費的步兵防禦可以用 那目前看到了 黑拉這邊是 點下了 一台巨型偷使機 然後村民術按到了126吋 以現在黑拉的META來說 應該會直衝140吋 至150吋的戰術 這個戰術相當好用 可以讓很多情況 自己開農反擊 有一個很好的成果 好 這邊青旗兵直直衝MIPER的農田 尷尬了 白牌一定沒想到喔 馬來人出馬爆 青旗兵還不錯啊 我覺得比出馬來出騎士好 這邊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黃金喔 而且只需要肉而已 而且青旗兵還可以抓森柳 所以對於拿來騷擾或是進攻 解森柳 相當好用 上面大象直接分隊開始騷擾 白牌這邊有些孫女已經沒有辦法扛得住 被迫拉了一些駱駝回來救一下 中間的地區沒有任何的建築物 所以白牌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知道 對方七七兵已經衝過來了 這波騷擾讓白牌的經濟受到一點損傷 上面大象繼續突進 招到了一隻大象 這首馬來人 黑拉已經點下三級射 這邊再硬招一下 哇 好招到血多了還可以 在後面還有五隻大象 還要想辦法解決 但這邊駱駝沒有在空 直接三隻駱駝要被招走了 哇硬低 低掉兩隻還可以 目前看到大象上面出了一些 處理了一些採礦營地 但沒有辦法阻止 黑拉這邊繼續暴農 黑拉這邊經濟越來越好 黑拉這邊經濟越來越好 最近投資經驗已經拆掉了家裡這棟城堡燒了 海上部分雖然有vip獲勝 但也沒有補下任何的漁船 所以經濟上來說也沒有領先 反正是相當落後的 這時候馬來人轉出了強奴佩薩 一級挖金 還有三級弓 打強奴還是比較適合馬來人 但大象有在戳 可能也要轉大象 大象加強奴 哇這個組合 這不是我們開頭講的嗎 就是 發展廷這邊要打贏 這個組合很簡單 就出大堆垃圾兵 急兵硬戳就戳爆了 然後再按下一堆垃圾兵的戰矛 去硬丟對方的強奴 也可以搞定 用垃圾兵就可以壓制住 馬來人的配兵組成 但如果馬來這邊轉出了強制增兵 或是抓到勇士 發展廷這邊可能要轉一些強奴 才有可能擋得住 這個就是 題外化 那以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VIPER轉出大量騎兵 是有機會守得住的 但是如果遇到強奴的話 那就很複雜 攻防的部分要一直瘋狂升 防禦步兵開戰也沒有升 雖然攻擊已經升好了 三級攻 這時候VIPER還在開農路上 黑拉這邊的 偵察 應該是有偵察到VIPER這邊經濟不好 還在開城鎮中心 應該心裡有說他這一把穩 如果是我的話我看到這個時候對手還在開城鎮中心我就知道 優勢非常巨大 那分數上也是喔 黑拉這邊分數 來到了1萬分了 那VIPER則是只有6000多分的 分數而已 那待會要怎麼進攻呢 VIPER的防守 防禦還沒有點滿 但是攻擊力已經全滿了 再毛兵3加4 1點 OK打強奴傷了非常痛 收掉兩隻強奴還有一隻僧侶 不錯 但是 正面的部分 要扛很困難 均勻3動 還在蓋 還要再補一動均勻會比較好 再補兩動 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均勻不夠 補非常多 這裡補下重裝長槍兵 那毛兵先暫死喔 17隻左右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的資源都是要留給槍兵喔 才有可能擋得住這一坨大象 哇靠30隻 金銳瑞毛相符也點下囉 VIPER這一波要接受大象正面硬扛了 怎麼辦啊 疾兵還沒升級好 疾兵要600黃金 315 資源量非常緊繃 這邊看要不要賣下石頭 然後直觸 但如果賣石頭就不能修城堡 BIPER這邊有點 尷尬 但還好班人體的建築物血量比較多 6720滴血 稍微扛住了一下對方的進攻 但聰明術修的並不多 強奴射掉了非常多修城堡村民 這裡只要防線垮掉的話 BIPER可能會被大象直接輾過去 這邊硬點一下的疾兵 果然也是買賣了一波 買賣了食物跟木頭 這樣會造成自己的垃圾兵數量不夠多 但沒有疾兵也很難扛得下來 麥克這邊直接選擇硬扛 試試看 雖然黑拉這邊也是損失了一些強奴 但還有九隻 九隻的話打疾兵還是相當好用的 正面大象無情開 這個不用控 直接讓大象原地輸出 就可以把BIPER給踏過去了 後面城堡是BIPER的最後防線 這種城堡也掉的話 基本上也沒救了 不是應該是說現在已經沒救了 因為出兵點已經被壓制住了 這邊戰毛兵要盡可能去點強奴 把強奴點完 擊兵才有機會 出來解掉這些大象 去硬結 解掉了幾隻 好 正面強奴數量被削減掉 但後面補下了更多強奴 黑拉這邊已經打出了非常多的黃金兵的 戰術策略 這邊再繼續進攻 這個大象扛不住 又踏了過來 BIPER這邊垃圾兵戰術 有點經濟不夠 農不太起來 來 黑拉 穩了 應該是沒有辦法 好 繼續投資機 再繼續往前 好 硬抽一下 好 BIPER這時候打出了 GG 大象出了87隻 不能再多了 看一下經濟喔 這經濟應該很慘 BIPER的肉量輸了快一倍呀 真的是 怎麼說呢 BIPER的防守反擊 還是他的招牌喔 他打強軍士的話 感覺就不是 非常適合他的這個 算是打法嘛 或特色 但我覺得BIPER應該也是在嘗試自己喔 來更新一些新的戰術 因為他也知道他的 防守反擊喔 已經練到 什麼 如火清純 所以 可能還是要練習一些新的打法或戰術 好 讓他的這個戰術的 套路會比較多 讓對手會比較更難防一點喔 但反而是HERA這邊喔 有點變得像BIPER一樣 瘋狂防守反擊 盡情的 開農 然後偷經濟 然後打好防守 然後後面再轉出一波經濟的 然後轉出超強大的兵種 直接擰壓過去喔 這也是BIPER以前常做的事情 結果現在這一招變 HERA給抄襲過去了 不是抄襲 給複製過去了 那我覺得BIPER 這幾場比賽打起來的感覺 不是這幾場 最近這幾場比賽打起來的感覺 就是他還在練習 還沒有找到一個非常好的平衡點 所以成績上來說 並不是那麼的好看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or 時尚 按下 都